每次上课的东西 都就是有放在上面 那再来的话呢 上个礼拜大概 大概把上个礼拜的重点 再稍微重点回顾一下 那今天大概也说一下 比如说今天我们的重点 大概就摆在那个像 那个如何刷取 像网络资料 那我大概概分了几个方向 第一个是开放资料 那这个所谓的开放资料 像台北市政府啦 或者是中央政府 行政院 像PM2.5那些相关资源 这些资料 其实它就是让你open的 那可是open的话 你要怎么抓取 那其实特别主要 网络上的资料有分成开放资料 但是呢 也有一些所谓的不开放资料 它主要是给你看 但是不让你抓 所以那些资料当然呢 我想抓取的可能性 就会相对的比较 比较不是比较低啦 但相对的比较困难 它就是不让你抓 所以它会用一些方法 限制你抓取 为什么可以限制你抓取呢 当然就技术上的问题啦 所以基本上有开放 当然也所谓的不 还有就是说呢 那如果今天假如除了说公部门 或者是企业的开放资料之外 如果说你自己想要创一个开放资料 给别人去抓取的话 那其实你可以透过像云端硬碟 云端硬碟本身也可以 制作你自己的开放资料 你做好之后也可以给别人去抓取 所以以后如果人家跟你要一个开放资料 那他也懂得利用那个像Python或者VPN去抓取 那同样你也可以创一个这个开放资料给他抓取 那再来就网页上的资料 比如说像常见的像什么汇率啦 或者股市啦 等等的相关资料 那他放在网路上我怎么可以把它抓取下来 而且呢 可以当然你可以一段时间去抓 或者甚至自动去抓啦 这部分该怎么做 我想这个是今天主要做 还有就是说 Excel档案的读写 那上个礼拜我们大概就讲了几个 比较像比较重点是串列的计算 串列的使用类似 跟另外有一个字典Dictionary 那串列的话通常就一串的 基本上就是类似像那个 一般程式里面的阵列啦 那Dictionary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key value的架构 一个key一个value 那其实对应到网路的那个档案形式 有点像那个网路上那个Jackson档 所以很多时候Jackson档 下来你其实可以放在Dictionary 我们的字典这个形态 然后再做后续的应用 后面我们其实基本上有做了一些练习 然后呢 再来就是说呢 存档跟读档的部分 我们上礼拜的部分 还有资料库啦 那最后当然我们有讲到有关资料库 Seqlite资料库的新增 新资料的列习 大概会有这些啦 存档跟读档这个很重要 为什么因为将来你抓了资料之后 你要永久性储存的话 你可能还是需要把它放在档案 或者资料库里面 那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上个礼拜好像 因为来一个同学啊 没今天这么踊跃看起来好像新天几乎全员快到齐了 另外就大概小小猫几只吧 不过没有关系啊 他录下来 所以如果你要复习的话 记得就回去再看一下 那除了有影片之外 我们的那个相关的档案呢 在云端上面也都可以看到 云端白板里面 你可以看一下那个 三层一二三三个礼拜就是第五 第五的部分 所以你第五部分的话 上个礼拜练习的都在这上面 所以你大概可以看一下什么叫List List里面我们在练习的一个就是 那个输入成绩的部分 那输入成绩我们有练习就是说 我们手动key in的跟从档案读取 在做后续的练习 所以上面都有画面啦 当然也有source啦 所以如果你要练习的话 你只要在那个Eclipse里面 插入一个新的module 然后把程式贴上 反正就可以work了 那至少你要有个概念 反正 一般程度其实落差还蛮大的啊 如果说你动作比较慢的同学 反正就先贴嘛 先run 然后先知道有个这个大概的起 至少有一些这样的概念 然后呢字典 字典的话将 那个像Jetson档 档它也是key value 字典也是key value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 Jetson档 包下来之后 放在Dictionary里面 再去做 你要做输出 也许你可以输出到画面上 或者甚至你可以把它存档 存成档案啦 或者存成资料库 其实都可以 那我是觉得 那个python有个很大的优势 就是说 它的程式真的比其他的语言 还来的简单很多 因为真的行数少了很多啦 而且还蛮简洁的 那另外呢 资料形态你也不需要宣告 你就可以用 我觉得很多地方 这个地方算是它的长处 跟VBA比起来 其实我是觉得 都有的优势啦 比起来我觉得 两者其实程式语言 都算是非常的精简 那python在抓取网络资料 部分还要更厉害 ok 这里面的话呢 其他我想 这是上个礼拜的画面 那今天的话呢 大概我们就要延伸出去 再来讲到有关那个 如何抓取网络资料部分 那上个礼拜最后讲的那个 因为SQLite 我们最后大概讲了一个部分 就是用SQLite 怎么样去做建立那个 资料库的部分 那这个部分 其实也是非常的重要 有关SQLite的 这个资料库的运行 那SQLite的资料库运行 基本上 资料库概念都是几乎一样 说有些简单的语法 但是基本上都会遵循固定的 一定会有资料库嘛 那你资料库建立之后 一定会有资料表 有资料表里面就有栏位 所以大概都一样 资料库资料表几个栏位 然后呢 如果你要了解那个 资料库的相关操作 你至少要学会一个叫SQLite的东西 SQLite 你不懂SQLite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我都叫同学说 你可以什么 Google一下 就有像个 你可以查SQLite的东西 语法教学 或者SQL语法就有了 这边有SQL语法嘛 那其实你不需要每一个 一下子全部都聊 你大概就知道重点 第一个 如何把资料把它捞出来 捞出来就是select select就是把它从资料 把资料捞出来 所以你就大概 因为SQLite就是一个语言 这个语言基本上就是跟资料库沟通 它每一个资料库基本上都听得懂 SQL语言 所以不管你后面资料库是什么 反正你就下SQL语法 它就可以知道你要做什么 然后里面呢 比较重要的部分 大概有几个啦 第一个当然就是 比如说你怎么去建table 所以建table的话 就是你申請一个资料表 Create table 然后上个礼拜我们练习是table01 然后资料一定要有栏位 所以呢我们就建了两个栏位叫lumber num跟一个tel 那两个栏位 这两个栏位做什么 顾名思义嘛 我要放编号 这个是编号 然后这个是电话 变号电话 然后呢我在底下呢 insert into 印象就是新增资料 哪里呢 table01 里面放什么呢 放我的编号加上我的电话 新增一笔 新增一笔 所以你也可以配合程式啦 以后程式的话 你可以一直不断的去新增 那如果说你有网路资料捞下来 你要放在资料库的话 那就跑回圈就可以了 编号 那个资料刚好是编号电话 那又insert 一笔再insert一笔 再insert一笔 再insert就可以了 那这样这些资料呢 就会全部都会跑到我们的这个资料库里面 那当然呢 如果说你将来要去把那个资料库找到的话 它一定是一个实体存在 那这个实体存在 名称就是叫科色01.db 那你可以到那个你的根木屋底下 程式的根木屋底下 把它开起来 那因为你insert啦 上个礼拜我们练习到这边 那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开启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云端上面找到一个工具 我有在云端上面 放个补充资料吧 里面有一个叫Seql Lite 这个我蛮习惯使用 因为它免安装 你把它下载解压缩之后 打开它 它就可以帮你怎么样 把那个资料库开下 因为如果你没有用这个工具的话 那那个档案 你是没有办法知道 你没办法把它打开 所以如果你要打开的话 那你可以用这个的浏览器 然后呢我们 因为我的那个档案是放在我们的 那个Python的Workspace里面 然后我建了一个专案叫Tesl P1 里面的话会有一个这个 叫做Cursor01.db 那我们上礼拜就是教各位怎么样 你可以直接到这个路径底下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专案套件 底下 因为我的程式是放这里 所以它会自动帮我产生资料库 就这里 所以.db的档案就是一个资料库 那当然呢 这个档案的像那个SS 不过SS.mdd 如果你有装SS就可以打开 但是你没有装的话 那你就也是打不开 所以这个道理差不多 然后我们如果要开启这个.db的话 我们就可以利用哪一个呢 利用这个 就是SQLite 你可以按Open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可以把那个 这个 这个我习惯就编辑路径一下 按右键然后把它复制一下 再把这个路径贴上 这样会比较好找 把它开起来 开起来之后的一个 Cursor01.db 开启之后的话 那利用这个工具 第一个你可以看到Database的Structure 它里面就会有 这个Database里面就会有一个Table 有没有 Object是Table 那里面的话就有两个栏位 一个栏位叫MUM 一个叫TL 它的Type的话就资料形态 是Integer 整数 所以只能放整数 第二个的话是文字Test 当然如果你要做后续的浏览 Growse Data的话 那你可以看一下 目前呢 我Insert了一笔资料 是2嘛 然后有电话 但如果你要再新增的话 其实你一样可以怎么样 再开启这个程式 然后如果再Insert的话 特别是意 因为它是Primary Key 然后呢 这个Primary Key 有一个重点 就是第一个 不能重复 所以你不能说 你那里面的同学 好像再执行一次 就会跳出什么的 这个错误讯息 告诉你说 什么Unique 告诉你说 你不能够再新增一笔 它的编号一样是2 有没有 如果是2的话呢 那很抱歉不能 除非怎么样 你把它改成3 然后这边随便改一下 反正改个不一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只要关键就是改这个 因为它是Primary Key 而且是NASA NOAH 所以你不能重复之外呢 你也不能够空白 所以这让你把它执行 如果我再加一笔3 然后再执行过一遍的话 那它就会没有错误讯息 那你在到Browse里面的话 你就是再Browse一下 你就是再把它 再Run一下 你会发现 诶3就出现了 那这个你一边应征 你可以马上在这边看到结果 但如果你没有这个工具的话 变成你还要再写程式 去把资料捞出来 感觉好像又要再多做一件事情 所以不要这个方式呢 可以把资料印射 以后呢 当然你只要懂得这些基本语法 其实呢就可以达到比如说第一个资料库 第二个建立一个资料表 Table01 第三个新增资料到它的里面 所以你可以把这些串联在一起 比如网路上捞资料 你就可以储存在资料库 这部分很重要 因为未来你一定会遇到资料下来嘛 那你不可能说我看到就算了 你还要怎么样把它存起来 所以要怎么样要捞资料 放在资料库里面 这个可能就是 后面的一个重点 那 还有就是查询 所以在后面我看一下 我应该有放那个怎么样再把 这个后面也有画面 有没有 123 最后的话呢 当然你可以 假设你会避免掉 那个什么呢 就是 因为你那个编号 你假设要一直 去改 感觉不合理啊 所以其实还有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什么 Primary Key 后面再增加一个 Auto Increment Auto Increment 意思是说 那个编号 我不要Key了 你帮我自己Key好了 而且你自己帮Auto 自动怎么样 增号就好了 所以你可以在那个 这个Primary 这个后面的话 你可以再加一个Auto Increment 这个关键字 然后呢 Insert into的时候呢 那个Lumber 那个栏位 你就不用去Insert 不用新增的 那他就知道说 那我就放电话就好了 编号我就帮你编 这样子的话呢 就会避免很多错误 所以有时候编号 我们就知道他编了 不过他编号变成他只能编1234 那如果说你的编号有 比较特殊的规则 你可能就没办法用Auto Increment OK 那 再来就是把资料查出来 因为你要把资料新增 就要把它查 这次 可是 没有说 你要自己key 所以 未来这个地方 你可以 再产生一个input 前面不是input 你可以在 也许前面的程式吗 你可以再增加一个input的变数吗 有没有 让他可以 请输入电话号码 对不对 然后就输入电话码 然后就Insert一笔 有没有 就配合前面的程式吗 就可以有一个互动 再不然你可能就是 再新增一个界面 反正就可以让他输入 这样不然你去 修改上面的程式 但如果你要 让他有互动性的话 就把前面那个input的功能加进来就OK了 OK 查出来 查询 其实也是跟他讲 也是这个查询 只是把 那个seql语言丢到 资料库跟他讲说 你帮我把所有资料撈出来 并且秀在那个 Python里面 画面上 那其实就一个语法 就刚刚讲的seql语法 seql语法后面的 这个star指的是所有栏位 front table 01 他就会把资料全部撈出来了 这部分的话 我想 请各位 也许在重点复习 因为 我觉得 资料库这个部分 非常的重要 因为 将来 无论你跟任何的资料 做 输入 因为会输出 储存的话 其实好像还是大部分都会放在这边 资料库里面 所以如果你这资料库 不熟的话 那将来 还是会有个问题 那也许你 大概最重要 就是说你 第一个了解他的架构 比如说seql line 这个 套件里面 他怎么去建 一定会有个 connection 建资料库 一定会有个 科色 去存取 资料 表 然后另外的话 一个seql语法 接下来就是 sql相关的 重点 最重要 大概你就学会 四大功能 大概就够了 一个是查询 就是seql 一个是 输入 insert into 然后再来就是 再两个 可能我觉得比较次要的 删除 资料 delete 所以你可以看到 seql 这个可能要看一下 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 那个 那个什么 delete 删除 看一下 这里面 seql 修改 修改 这update 这边有 delete 所以最重要大概就是 insert into insert into就是新增 然后再来就是 那个 delete跟update 大概这几个 其他我想各位再找一下 迂法教学 他这里面应该都有这些东西 而且会 有一些叙述 所以四大功能 seql insert into delete 跟update 就是 删除跟这四大功能 那其实用来用去 我们现在撰写程式 操作 资料库 大概就不会超过这四个 把资料调出来就查询 把资料写进去就insert into 那把资料删除就delete 那 更改 所以这四大功能你把它学会 一个系统的运行 大概就差不多了 以前我写专案也是这样 我大概就用这四个就 就搞定所有的切了 所以其实说这样 但有些其实 你说不重要吗 反正用到机会很少了 你暂时不知道也没关系 如果你还 没有需要 那你就暂时知道就可以了 因为说真的 城市东西 最怕是你学到一些 不应该学的 这样会 影响你 而且会容易走火入魔 很多人真的学了一堆 所以 我是觉得 对你们来说暂时不用学 像我以前学习的时候 真的很用功 我每一本书把它记录 发现我什么都不会写 因为 而且每一本书讲的都非常透彻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哪 我该怎么做 所以实作最后发现 最后我知道 这些就好了 如何操作 C口语言 如何跟C口语言连接 就够了 真的 其他 我 基本 可是我基本上 再也不会用到那些东西 啊 当然还有 他会告诉你很多方法 可是说真的 你就找 一个最好的方法 就好了 但你只要知道一种就好了 其他真的是多余的 你知道那么多干嘛 你要搭客车搭火车 啊 等等啊 OK 大概再解一下 那待会我们也会再把那个 查询的slate的部分稍微再讲一下 所以我们大概重点 insert into 一定要知道 然后呢 再把它捞出来 也要知道 大概这两个我想大概就暂时足够了 请各位先把那个 环境先开启 然后呢 另外呢 云端部分也先开起来 再来的话呢 我们就 再继续把资料库部分呢 做个结尾 后面 两个重点嘛 一个就是网络撈资料 我把它分成三种 然后 网络撈资料有三个单元 因为后来我发现把它全部凑在一起 好像 太 太多 多了所以我就把它 干脆再拆解 所以你们可以看到 06的有123 那我从简单到复杂 最简单就是开放资料 因为这个可以撈啦 没有关系 你尽量撈 而且它会不断update 像我还蛮常用到那个 像我自己的手机 我到play商店 找一下我有写过那个app 那个app也是自己自己自己好玩 就是看 上课都有写到 也是一样会撈一些 那个网络的资料 所以呢 很多的话 每天刚好交到那个app的部分 然后我就请到那个play商店里面 那我的名字 因为我自己也有丢一些东西 里面 高区公路速查 这个是我自己写的 其实也是 直接撈那个高工局的资料 撈什么撈图就好了 把图撈进来放在我的手 所以这个 这个app我基本上每天都会查 因为 因为出门第1个就遇到塞 下雨我怎么知道哪个地方有塞哪个地方没塞 尤其上廉价 那你一定要先 先看一下 不然的话 所以我 我决定要不要出门 我都会先看一下交通 像那个 国庆4天廉价 第1天我就不出门了 因为我看 天哪 满江红 全部都红的 红一片 还有 红到发紫的也有 紫的就是那个 完全是塞车的 塞到已经不会动了 那干嘛出门 出门你就刚才停 停在那个高通路上 所以第2天我看 第2天我一早就先看一下路况 发现整个都绿的 太好了 我们准备出门了 然后小朋友就很开心 出门了 所以第3天 我就又 因为有4天 第3天我看 第3天要不要回去 因为我们可以弹性 如果塞车 我们就可以再多住一晚 就第3天发现 整个都红的 红的发 因为大家可能有预期心里可能第4天会塞车 结果就看 红的又发算了 我们不要 第4天 再回来 果真第4天 一路顺场 所以有的时候啦 其实就是 还是有一些information 如果你可以 比人家 多知道 多掌握的话 就很方便 这个APP 是我自己写的 我自己装 我只要 一上车 我就先看一下 哪边塞车 这个是你写的 是我写的 OK 1968 还要 点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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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roll图又roll很慢 所以我就想一个很简单 我只是 因为我每次 用那个1968那个 点进去点很久 我就觉得很麻烦 所以我自己写一个 我一打开 我看到路况就好了 其他不要 因为 我喜欢简单 我看到我要了就好了 所以这个APP 优点就是很简单 但缺点也是很简单 因为没有别的东西 那另外还有我很喜欢到 就是 海边做一些 活动 所以我很 我很希望知道潮汐 那 可能网路上我APP查一下 没有潮汐的APP 所以我就去 那个 中央 气象局 他有一些 固定会发布的 潮汐的一些 图档 那我一样 直接load到我的那个APP 里面 诸如此类啦 那就 做了一些东西 也是从网路上撈东西 那还有就是说像VBA 之前都是用VBA 不过最近呢 两个我会互相搭配 那我会看哪一个比较强 那我就用哪一个部分 这个我想我会 再等一下会跟各位讲 那会放在 第六 六 六之一 六之二 六之三 另外的话呢 还有最后有个处理 四串表 也会再跟各位讲 今天大概 我想把这东西讲完 应该时间 也差不多了 而且我还担心讲不完 因为 太多了 OK 那 所以等一下有时间的话 也许自己再稍微看一下 那我们把 我们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